早上7点喝酒,孤立球员拉帮结派,会英语都被怀疑 这竟然是王朝球队广东南篮的所作所为 近日前,广东队球员董汉林接受好友孟卓采访时爆出猛料 16年杜丰执教时期,广东队管理混乱 他被领导拉去早上7点钟喝酒 让这位被称为意见连接班人直接废掉 董汉林早上7点去买早餐准备吃完,提前去球馆热身 没想到碰到主管领导,让董汉林跟他一起喝 董汉林知道,这要是不陪着会影响自己的上场时间 领导许诺帮他请假 结果,广东对这个领导简直无耻 喝完自己醉了不省人事,没有给董汉林请假 董汉林只能拖着醉酒后的身体,参加球队训练 队友看着他喝醉酒训练,大家都对他产生了质疑 随后董汉林也表示,自己这种事情经常大胜 那天中午,领导醒酒后表示对他的歉意忘给他请假 又表示中午拉他继续喝酒 董汉林的职业生涯表示,这都不止一次 在这种奢靡成风喝酒成性的球队 朱邦宇也表示过他和杜丰的酒量都很强 这样董汉林的整个竞技状态直接下滑 他赢得球队上场时间也缩短了 而随后董汉林不想浪费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拒绝 而董汉林从此被球队所有人排挤 怕影响所有球员都知道跟他跟教练关系不好 常规赛只有10分钟上场时间 而所有的球员都不敢跟他接触 怕影响在教练心中的形象,影响自己上场时间 而私底下也跟董哥说了真实的原因 董汉林心里很是委屈 而是季后赛,广东队却又使劲用人 董汉林的场均时间变到了20至30分钟 这种泄沫杀驴的景象在广东队此起彼伏 联想到后来的增反日 包括赵锐等离开广东的球员 对广东队没有感恩都是极其不满 就连当年外援布泽尔发挥不好的情况下 都赖到董汉林英语好 说让布泽尔不要好好打 董汉林自己都笑了 我还有这种能力吗 现在看看广东队的衰败是有原因的 球队管理混乱 领导歪风邪气盛行 用手中的权力淫威球员 逼迫球员发生喝酒等行为 压榨球员建立妄议 送走了很多老球员 董汉林句句揭露广东队底库 广东需要彻底改变 把坏人清除出广东篮球 才能有再次腾飞的机会